部分你需要花一点努力来记它 你只要在这个时候你好好地记 以后你会非常地轻松 为什么 就像老师讲的 100个字里面 有50个字 你光是背完口诀 你就已经可以应付了 背完口诀你的印掉就可以应付了 剩下的50个字里面呢 有30个字 你可以透过这些规则 可以透过这些规则来写它 剩下20个字 对不对 剩下20个字并不是要你全部都背 你去背这20个字里面那一小部分 跟那个规则不太一样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100个字 你需要去记忆的部分 当你这个学完你都会了之后 以后 你一直到国一国二国三 三年来你会学非常多的单字 你可能学500个字 可能学1000个字 最后你需要去记的音标 事实上寥寥可数 没有几个例外 再说一次 音标口诀熟悉 老师给你的规则熟悉 之后 你要去记的字就是所谓的例外字 对不对 你要去记的这些例外字 不是整个记喔 记这些例外字里面的那一个小部分 跟规则不一样的就可以了 你以后三年都会非常的轻松 音标对你来说非常的简单 但是一开始 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 这些规则你要去记它 你现在付出这个努力 我保证你绝对值得 绝对值得 好 我们再来一遍 你们要念又很烦 对不对 可是这站50%的音标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有用 你再把它念一次 然后老师来补充其他的规则 好不好 好 从A开始喔 来 轻轻喉咙 好 好 来大声一点喔 念好听一点喔 预备 来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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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p OK,50% 的音标分數拿到了 再来看另外的30% 来看 我上次补充了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是 你看到一个字 单英杰的字 子音先写 写了你照操 这个我不写了 第一个规则是 如果字为有一个1 怎么样 互发音 前面的母音要发 本声的声音 对 要发本声 所以这个就念作 所以这个字就念作 念 OK 可以吗 可以 这是上次补充的第一个规则 再看第二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 我是把AEIOU加上R 有没有 加上R 我说它的念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这个 第二种是 这个 对不对 好 我说如果是你第一次碰到的 如果是你第一次碰到的 要发 这个 第二次 再自我碰到的 要发 这个 一直都适用 一直都适用 以后你再学很多字 都这样用 你看到 AEIOU加上R 如果第一次碰到 在终音节就发 这个 如果在字尾就发 这个 不会有意外 不会有什么错误 很少很少错误 有奇怪的 跟这个规则不一样 记一下就好了 一样的就不理他 好我们来看 第三个 补充给你的规则 现在要记啦 现在辛苦一下 以后很轻松 我跟你保证 以后很轻松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你学过 怎么念 你看 BOOK 好BOOK 来你看 我是不是说 这边两个母音先不理他 BB BOOK KK KK 写完了 对不对 剩下这个 OO的地方呢 你念 这个字念作 你听喔 这个字我念作 BOOK 对不对 是不是什么 然后K 对不对 BOOK 怎么样才会B 这边是B 什么才会B B BOOK 才会BOOK 好OK我告诉你 这个OO发作 看喔 这个OO发作 BOOK 再一个字 第二个字 这个字念作什么 Good Good 你学过了 对不对 GG 怎么样 GOOK 抄下来 滴滴 DED 抄下来 这个字为什么会念作Good 你看后面有一个D 对不对 前面是不是指他一个Good 怎么样才会Good G W 对 GOOK W才会Good 所以这个OO 又发5了 又发5了 再来 再来一个字 好 这个字你没学过了 你猜这个字会怎么念 你猜这个字会怎么念 LOOK 为什么LOOK 你知道LL抄下来 KK抄下来 对不对 你会发现 OO常常会发作 W OO常会发作W 所以你就猜他可能会是念作 LW LOOK 然后K 你就猜他这个字很可能会念作 LOOK 没错 他就念作LOOK LOOK 来再一个字你再猜猜看 你猜这个字会怎么念 你猜这个字会怎么念 根据刚刚的规则 FOOT 对他念作FOOT 为什么 你看喔 F抄下来 对不对 T抄下来 又剩下OO了 又剩下OO了 你就想到说OO常常发作什么 OO常常发作W 所以就FW FOO 然后就T 没有错这个字就念作FOOT 好所以你现在得到第一个规则 OO 如果两个OO相连 他常常会发成 有没有 两个OO相连常常会发成W 以后你看到OO猜猜猜看 猜猜我 几率很高 就是W的 然后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你猜他会怎么念 猜猜他会怎么念 LOOK O ROR ROR MN 嗯嗯 对不对 是不是又剩下OO了 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会去猜它是W 对不对 好 可是这边的OO他不猜 不念作W 他念作 念作W 所以你得到第二个规则 OO除了常常念W 这个比较常念 这个除了他念作W以外 这个比较常念以外 他有时候会念作W 好 所以一个 以后一个单字里面 你如果看到两个OO相连 两个OO相连怎么办 最大的几率是这个 W 第二个几率是W 所以以后 只要一个单字出来 字母里面看到OO 如果是发这个的我就不告诉你了 因为他就发做W 如果是发这个的我会特别告诉你 你只要记这个就好 对不对 以后就算有100个单字里面有OO 我没有提到的全部不理他啦 都这个啦 都这个 我有提到的你就记一下是这个 要是不是很快 凡事有OO的全部都解决了 好 第三个规则 再来看第四个规则 第四个规则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你现在就记一下 以后你碰到你就知道怎么用 你看到AU OU AW OW 如果连在一起 如果连在一起 他常常会发作 OW 他常常会发作 OW 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这边 这个字 你不认识 对不对 对不对 可是这个字念作 HOUSE 你一开始知道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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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 你看到这个 AU OU AW或OW 合在一起发 常常会发作 OW 所以这个字 它就念作 OW 再一个 合学过了 OW可能会发作 OW 所以这个字 你猜猜看 它大概就念作 OW 这样懂不懂 以后你可以根据这个规则来猜 你看到AU OU AWOW 如果连在一起 常常就发作OW 你把子音写完之后 那个连在一起的部分 你就给它猜是OUT 大概就会对了 OK 第四个规则 最后一个 这个没办法 这个你就背起来 它常常就是这样发 它常常就是这样发 嘴巴不要张那么开 猜这几个 你这些东西 你现在很烦 对不对 你抄在课本的封题上 常常看常常看 每天看 以后一个新的单字出来 你就去猜 根据规则去猜 猜看看这个音标对不对 然后去后面对答案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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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越来越有经验 说没有错 碰到这种情况 它就这样子发 以后你就会非常的轻松 好不好 这个部分 我用讲一次就好 你把它抄下来 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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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背起来 一次背 以后一劳永逸 好 来看 看哦 如果T跟H 连在一起 如果听哦 如果T跟H连在一起 它的发音方法 最常见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 上面牙齿 上下的牙齿轻轻咬住你的舌头 你记不记得我教过你一个字 Thank you 有没有 Thank 那个Thank 上下牙齿轻轻咬住你的舌头 然后 没有声音的 这个呢 也是上下牙齿咬住你的舌头 可是是有声音的 很难听对不对 再看一次 这个是 这个是 嗯 嗯 嗯